江南水产主要靠这个水来进行 物产丰富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美食的圣地 五湖河塘密布 不仅出产种类多样的鱼鳖虾蟹 著名的江南水巴仙在这里也都有生长 这个真的好吃 晚熟的水稻已经开始收割 金色的稻穗炫耀着鱼米之香的风雨 而稻田旁边的水塘里活跃着另外一种水生的家禽 鸭子 这种长着麻雀一样褐色羽毛的鸭子叫麻鸭 它们吃水塘里的螺丝 水草和天间散落的鼓励 每天爬上爬下几十次鸭肉的鲜美可想而知 在五湖鸭子是另一种全民喜爱的美食 它既是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常佐餐 又是上德厅堂宴席的经典冷盘 在五湖城区 卖鸭子的各种门店和小摊有六百多家 每天销售达到五万只 在这间百年老屋里 兰安君和两个弟弟继承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在兰安君的描述中 鸭子的制作流程很简单 无非是清洗 晾干 烘烤 上色 油炸等几道工序 但是行家里手一定知道 秘密和诀窍就隐藏在一个个不好说的细节里 兰家的鸭子名气很大 但他们每天只做一百只 虽然兄弟们掌握着百年的记忆 但是孩子们却都不感兴趣 家传的事业该怎样延续呢 兰安君也说不清楚 五湖是一座有山有水 令人羡慕的移居城市 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建成史 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这是一条百年小巷 它曾经是达官贵人们的居住区 年过古稀的崔可记就出生在这里 怀念往事是它最开心的事情 而聊起五湖的美食就更让它兴奋了 情道之处 同春年也不由自主地学起了消失已久的吆喝叫麦声 作为职业厨师 逛菜场是胡小美到一地必修的课程 他知道一个地方真正的美食个性 并不体现在高档的餐馆里 而往往是在普通百姓家的餐桌上 于是同春年把胡小带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家里 见过世面的呜呼人历来热情好客 诗围兽郑宏美夫妇高兴地请胡小参观自己的新居 而同时他们已经为胡小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 66岁的郑宏美是家里的主厨 她的美食观念就是让家里人爱吃 这种热情使她在菜肴的制作上 从不练习时间和精力 即使在艰苦的年代也会尽力而为 鱼鲜自然是不可缺少的 郑宏美把新鲜的青鱼肉切碎打成鱼绒 团成一个个小鱼丸 外面用一条鱼肉丝包裹成一头尖一头圆的锥形 再盖上一只黑色的香菇伞 就完成了一个螺丝的造型 这道菜叫做螺丝鱼 是郑宏美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新鲜的食材细致的工艺精美的造型 处处体现着吴湖人餐桌上的精致和讲究 胡晓知道每个厨房都有自己的秘密 那么郑宏美的厨房秘密是什么呢 这个味道啊 很鲜的 这么大味啊 很鲜的 你看 这是发酵的 你看 这个颜色 你看 自然发酵的 我闻的这个有点头疼 真头疼的 这个有点太臭了 臭是灰菜中一种独特的口味 好香 每年秋天 吴湖人都要制作大量的烟菜 转到来年 剩下的烟菜会自然发酵变臭 而用这种臭菜来蒸豆腐 则口味独特 深受吴湖人的喜爱 好 你炖一下 好的 看啊 你尝一下吧 小虎 好 尝一下 尝一下 嗯 那怎么 哎 没有刚才那么臭 好吃啊 我们这个菜还有一个名字 你猜猜看 我猜不猜 你吃的味道好不好 好啊 那我告诉你 这个最好清智名字就叫 清智飘香 啊 这名字取得好 好吧 菜也好吃 名字也好听 对对对 郑鸿美拿手的家常菜还有很多 比如八宝菜 熏鱼等等 但是因为食节不到 即使做了也无法达到最美的味道 因食而食 是吴湖人的又一条美食原则 好